大家好,現在要繼續講我們的音樂課 前一支影片有介紹過 為什麼聽音樂需要學習 接下來我們要說的是 在聽音樂之前 你要釐清了幾個問題點 一些迷思 然後 具備了這些比較清楚的概念之後 你在聽音樂 你會有一個比較寬廣的視野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聽音樂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用一個 先入為主的觀念去判斷你聽到的歌 或者是聽到的曲子 可能聽了一分鐘或者是幾秒鐘之後 我就會覺得 我喜歡這個音樂 或者是我不喜歡這個音樂 或者是我喜歡這種風格 或者是這不是我喜歡的風格 我們常常會 在很快的時間 對音樂先產生一個第一印象 然後再決定自己要不要繼續聽下去 作為一個一般的消費者 一般的聆聽者 這樣其實是無可厚非的 但如果你希望能夠 在聽音樂聽得深入一點 聽得廣泛一點的話 你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聽音樂 你要先理解的是 並不是所有的音樂都是為了要娛樂每個人 也不是所有的音樂 都是要取悅你的感官而存在的 除了取悅感官 除了娛樂之外 音樂還有什麼樣的存在目的呢 我們可以這樣想 在很久以前 音樂其實它是一種用來溝通的工具 例如在部落社會 他們要作戰 他們要打獵 大家成員分佈得非常廣 可能有人躲在樹林裡 有人躲在山谷 或者是一些視線沒有辦法看到的地方 或者是在平原 但是距離非常的遙遠 在作戰或者是打獵上面 需要互通訊息的時候 這時候就非常有必要 透過一些手法來讓其他人知道 我們現在要集團要怎麼樣 進行下一個步驟 指揮官它打算 教大家怎麼做 這些是需要訊息的傳遞的 最古老的方式就是用聲音 也就是鼓聲 各位可以從中國的一個成語 叫做一鼓作氣 你去了解這個成語的故事 你就會發現 即使是在中國的古代 鼓聲也是在戰場上一種 非常重要的溝通工具 除了溝通之外 音樂還有其他的功能 例如說在儀式裡面使用 這裡說的儀式 可能是像婚禮 喪禮 或者是像 我們在古裝電影裡面會看到的 在升堂的時候 包大人要審問犯人的時候 大家就會這樣 然後用一些 停障嗎 還是 就是用力的敲擊地板 製造一些很巨大的聲響 讓被神問的人覺得害怕 然後 可以招供 這是一種在儀式裡面使用的 簡單的例子 更進化一點 就是在宗教的場合裡面使用 無論是在中世紀的教堂 教會裡面 或者是在 東方的廟宇 祭祀的儀式裡面 祭祀的儀式裡面 都非常的 廣泛的使用到音樂 再延伸的廣一點 就是 作為一種氣氛的工具 創造一種氛圍 例如說在派對 在朋友的聚會當中 播放一些音樂 或者在開車的時候 你會想要聽某些音樂 這也是一種 音樂的使用的目的 音樂還有一種更深入的 可以承載更多思想的功能 例如說它可以跟其他的藝術形式結合 像是電影 基本上音樂已經是電影的一個 基本元素之一 還有 音樂可以跟文學結合 就會成為歌 或者是詩 有人說詩歌 當然這 不僅限於在 教會裡面所聽到的詩歌 事實上在古代 詩的形式本來就會 跟音樂有非常高度的結合 前面都只是舉一些例子 事實上還會有更多廣泛 更多多元的目的 有機會再慢慢的介紹給各位 那我們去理解音樂有 非常多樣的 非常多元的目的 不只是娛樂跟曲樂感官 所以我們在聽音樂的時候 如果能夠了解各種音樂 它存在的文化背景 你會得到更深入的東西 你就知道這首歌 可能不是為了讓你 讓你聽起來很興奮的 或者這首歌本來就不是 讓你聽起來很樂耳的 你知道它的 某一種音樂 它背後的存在的目的 你就更能夠知道說 你可以用什麼樣的角度 去理解它 這就有點像是 在體驗各種不同 民族的食物 或者是體驗各種不同的時期 即使在同一個社會裡面 不同的時期 人們的生活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 所以對待食物的方式 料理的方式 也都有所不同 去理解這一點之後 我們就比較能夠知道 各種不同的料理 各種不同的食物 在各種不同的文化背景的 飲食樣貌 除了音樂它的存在目的 有所不同之外 我們要讓自己聽音樂的 廣度可以更廣 深度可以更深 還有一件事情是需要做到的 就是我們要明白音樂 永遠比創作它的人 本身還要來的重要 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是比較崇尚某些 非常有才華的人 或者是崇尚某些英雄 所以我們對人的重要性 會過度的被拉高 但是在音樂的這個領域裡面 重點是在於音樂本身 所以極有可能 某些很優秀的音樂家 他做出了很優秀的作品 但我們因此就 把這個人做出來的其他作品 也都看成是很優秀的作品 這過程當中 我們等於一點一滴的 放棄了自己的品味 放棄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這一點也需要注意一下 並不是曾經做過很優秀的作品的人 他接下來的作品 或者是他所有的其他的作品 都必然是優秀的 這個迷思請務必要知道 所以在聽音樂的時候 保持一個比較開放的心胸 多相信自己的判斷 雖然樂評的判斷 評論的判斷 那些內容可能跟你所感受到的 跟你想的有所出入 你可以做一些參考 但不要百分之百的 相信樂評所說的話 不要百分之百的 相信評論所說的話 我說的是比較主觀的部分 當然客觀的那些陳述 我們是可以去理解的 即使你的感受 跟多數人有所不同 你還是可以保持相當的自信 而不是由別人來告訴你 這個感受 應該有怎麼樣的標準答案